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午学到的内容 OK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上午我们大概都讲了些什么东西啊 嗯 是不是想的时候 一想的时候大老一片购埋是吧 一片购埋是正常的 是吧 上午我们讲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时间的内容 上午我们讲什么呢 传织调用和传媒调用 这是我们昨天讲 是吧 这是我们昨天讲 上午我们讲了一个什么 从哪开始讲起的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的吧 是从这开始讲起的吧 可变参数 我们从可变参数 可变参数的应该是方法或者函数 对吧 这个时候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定义一个方法的参数的时候 比如说Mester的Mester1 那作为这个Mester1的这个参数的时候可以定义成可变的 这个和我们在加入的一点区别 就是这个地方使用的是一个通美服务信号 对吧 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在定义这个可变参数的时候 这个可变参数必须放在参数的列表的末尾 对吧 这个你要记住啊 然后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式例 比如说Mester1 我们传递一个Street 对吧 然后你还得传递额外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整形啊 对吧 如果你会传多个 你不确定会传递多少个整形 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型号 对吧 甚至你还可以把这个类型改成Aline类型 将来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边传 对吧 这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边传 对吧 然后我们还讲什么 这是可变参数的方法 还讲了一个默认值 默认值 函数啊 也就是方法 函数都一样 然后默认值呢 我们在这个讲的是 我们在定义方法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给这个方法的参数 给一个默认值 对吧 比如说A啊 我们定义一个Intern可以跟他复制一个 比如说默认值等6啊 对吧 你还可以再定义一个X的 比如说参数的一个是Street 你可以给一个A啊 这都可以啊 对吧 你在调用的时候呢 这个Master呢 你在调用的时候 你就Master1呢 你可以不用传任何值 对吧 因为我们在定义这个Master1的时候 我Master2吧 我们在定义这个Master2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给定了初始的默认值了 如果你不传的话 他会使用默认值 对吧 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调用的时候怎么样啊 那么可以指定我们的具体的哪个参数值了 就是哪个参数名字 比如说 我想调用的时候给他倒个个 对吧 我想把X放在前面 对吧 那调用的时候 我还期望我第一个参数值是复制给这个X的 那你在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指定这个函数参数的名字啊 你要具体你传的是这个方法中的哪个变量的值 对吧 可以把名称写上 上午有同学问的非常好 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比如说我写的 我要给X传值 对吧 我要给X传值的时候 那我必须写X吗 对吧 是不是必须的 如果你要写一个C 他认识吗 他是不是在这个方法里面中找不到一个叫C的面量 对吧 对吧 所以说是不行的啊 你可以 你要改的话 就是具体的参数名称的引用啊 然后复制 对吧 就这样 给他倒过来 就行 对吧 这是关于我们上午讲的默认值方法啊 有默认值啊 带有默认值的参数 诶 这个地方是不是写错了 写反了 是吧 应该是X 这地方传值 然后我们还讲什么 对 还讲了一个高点函数 我们在讲高点函数的时候 其实这个高点函数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对吧 其实我们昨天就应该已经见过这个高点函数 那高点函数的定义是什么的 参数 参数是什么呢 参数是函数 对吧 或者呢 返回值是函数 对吧 那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高点函数 对吧 这个其实我们早就见过啊 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DF 这个叫Messor的3 对吧 然后这里边我们可以给他传递一个函数啊 对吧 比如说我们传递一个F 对吧 F呢 你要约束一下这个F是一个什么样的 函数吧 这个什么样的函数啊 这个函数它拥有一个Int类型的参数 返回值是Int类型 对吧 这是不是一个方法的函数的一个签名了 对吧 这是函数的一个签名啊 然后你可以传递一个具体的 比如说Int类型的C 对吧 比如说Cint 将来呢 我们可以怎样 在调用的时候 将C传递给这个F 对吧 至于F里边是什么操作 将来你传什么操作就是什么操作 对吧 这跟我们家伙中的匿名调用非常相似 非常相似 OK 我们还讲了什么吗 高低函数讲完之后还讲了什么 还讲了科里话是吗 科里话 科里话还记得它有什么特征吗 啊 它可不是两个方法 有三个方法可以吗 有三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它不只有两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DL 对吧 这叫Myster的色 嗯 然后以前啊 比如说我们要求两个数的和的话 应该是传递两个参数 对吧 但现在科里话不这么干的 科里话它是把每一个参数 啊 作为一个啊 作为做一个方法的参数啊 这样一个书写方式啊 是每个参数一个框 每个参数一个框 那你说我一个框里边可以写两个参数吗 比如说我第一个写个A 我这地方写个B 然后再来个C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这也是可以的 对吧 只要它的方法参数长这个样子 对吧 它就是一个科里话函数 科里话方啊 或者科里话函数啊 然后我们在调用它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使用直接Myster的 它有多少个参数 你就怎么传了 对吧 就是Myster的 比如说第一个参数 然后其他的两个参数 比方四和五啊 对吧 我们可以这么去调用它啊 嗯 然后还讲了什么吗 嗯 还讲了一个偏函数 对 这个偏函函数它叫什么呀 偏函数其实它是一个类 对吧 它是一个类啊 这个类叫什么呢 叫 Pow tell 什么呀 方个什么 然后后面跟一个扣谷 在扣谷里面限定的是什么嘛 就是这个偏函数的参数和反回值类型 对吧 也就是参数类型啊 这个是 函数也就是 函数反回值类型 对吧 然后我们怎么定义的这个偏函数啊 还记得吗 是不是DF 第一个 比如说Myster的5 对吧 这个Myster的5冒号 后面紧接的跟一个冒号冒号限定这个Myster的5是一个什么样的Myster5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Myster5 它是一个偏函数Myster5 这个偏函数它定义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参数的函数啊 就是一个参数的函数 我们函数在我们Scar里面 是不是每一个函数都会对于一个具体的类吧 记得吗 上网站你看了 参数最多有多少个 方式22 最多的是方式22 还有我们即将学到的圆组 圆组里面其实也可以放元素的 里面能放多少个元素呢 最多也是支持22 超不过22 如果你多于22个的话 编译器来编译的时候会报错的 这个圆组我们还会讲到 然后这个Myster5呢 其实至于它是什么 将来我们调用它的时候是不是会给它传参了 它的参数只有一个 记住它的参数只有一个 如果它的法律类型是一个偏函数的话 那么它的参数类型只有一个 然后参数呢 你可以放 你将来要传什么 你就定义是什么类型 你将来要往这个Myster5里边传实际 你这个地方就写实际 对吧 如果你将来可能又传Int又传实际 对吧 或者又传不完 那应该就是一个暗定类型吧 对吧 就是暗定类型 那至于返回是什么类型 就会看你这个偏函数里边是怎么写的 对吧 也就是你偏函数里边返回的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返回一个Int或者返回一个Stream 这都可以 对吧 然后这个偏函数里边右侧 就是我们的等号右边 这边是我们的方法体 方法体里边右侧的 记得吗 是不是有一个case 对吧 这是偏函数的一个重要特征case 记住这层面可没有match 只有case没有match 那这里边传递的是edit类型 对吧 你这其实用case的时候 这个case模式匹配支持的匹配类型就种类就非常多了 它可以匹配具体的值类型 也可以匹配具体的参数类型 对吧 参数类型的类型 还可以匹配将来我们定义的class类型 都是可以匹配感 甚至我们将来要传递过来的object 也是可以匹配上的 甚至我们将来还可以在这个位置匹配速度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我们后续会讲到这个模式匹配 然后我们这里边偏函数是不是 这个match的不限定它的反位值类型 是不是使用啊 所以说你在case里边将来你要补过什么 对吧 比如说我将来有可能偏函数 会作用一个机核 会作用在一个机核身上 那机核里边有可能 我只想对这个机核里边的 硬特类型做处理 那这里边你就补过一下 只要判断传进来的这个x是硬特类型 你就直接返回x了 to3就可以了 对吧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例吧 是一个简单的事例啊 将来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改造 case部分你这个地方是不是还可以改造啊 对吧 然后等于大鱼号右侧的将来是不是也可以改造 这就看你具体的逻辑了吧 你的公司要求让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上午写的 我要把一个数字里边的 int类型数值乘以10 这是不是就是我的需求啊 对吧 你要乘以10的话 int类型的数值乘以10 那就是case int 你这个地方就不能突出病了 是不是就应该x乘以10啊 这是你的需求啊 但你会发现你反而是是不是一个死菌啊 是不是类型是不是不学啊 不学怎么办啊 要么把它破起来突出病 要么叫把它改造硬的 这都可以啊 都可以 这是关于偏寒数 还讲别的吗 还讲了一个数诅的定义对不对 数诅的定义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讲数诅定义的时候 我着重讲的一个叫什么东西啊 already already already我上午讲的时候怎么讲啊 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速度 它有什么特征呢 它的特征就是长度怎么样 长度不可变 然后呢 内容可变 这是这个already的一个特征啊 然后我们在讲完already的时候 还讲了几个集合上面的比较常见的一个操作的一个API 谁呢 一个是map 还有一个什么呢 flight 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呢 flight map 还有什么 for each 对吧 循环 这个map实际上是我上午给大家举了一个意思 说它是一个映射 对吧 它就是一个映射啊 由 由A到B的一个映射 比如说我有一个数值10 我要让它变成什么呢 经过某的操作 变成是吧 变成100 对吧 那这中间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是不是乘10操作啊 这中间就会经历一个乘10操作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10乘以10啊 是不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这个操作是什么呢 这个操作其实就是一个映射的过程 你也可以理解成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方向 是吧 就是一个方向 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规则 对吧 你可以叫做一个公式 对吧 那 上午我们定义了一个数组 比如说这个数组 我们说这个数组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数组 VL AR 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array 里边放的是146 对吧 然后我想对数组里边的每个元素 进行诚实操作 并且还给我返回一个新的数 原来数组不变 那这个map自己就派人用它了 对吧 我们可以使用 AR2.map 对吧 然后这里边是不是就是 我们要遭遇到某种映射啊 是不是某种映射 我现在的目标 是要这个数组变成什么样子 变成另外一个数组啊 也就是array 10 40 60 对吧 那你说中间这个规则应该怎么去写呢 这中间这个规则 是不是把数组里边的每个值乘以10就得到了 对吧 那这个规则实际上就要传递到我们这个map里边 那乘10操作 map 因为map里面它希望传递进来的是一个函数 对吧 还记得吗 map进来它希望是一个函数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给它传递一个函数 对吧 你可以传递一个匿名函数 没有名称的 对吧 比如说x冒上int 因为我们array里边放的是不是都是int 所以传进它的参数 也就是你这里边的操作规则作用的是也是1 因为1是给你接下来要把1经过某种操作变成10 这个x相当于是不是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整形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x呢怎么样啊乘以10吧 这将来这个array里边是不是放了三个元素啊 是不是这个规则会作用在分别作用在每个元素身上 并且反合一个新的结合吧 原来的array有没有变化吗 没有 对啊原来的array没有变化 然后这里边你要记住啊 就是将什么呢 map实际上是将速度将集合啊 进行什么呢 进行某种操作吧 并且返回一个新的集合 ok吧啊这是我们上午讲的map啊 然后上午和大家讲的几种简写的方式还记得吗 对吧 我们其实可以把什么呀 可以把这个x去掉吧 也就是把印的过弧都去掉了 直接写一个x对吧 编译器会自动的去推测这个x的类型 对吧 因为你调用的map是谁调用的 是array调用的 array里边是不是放的都是整形啊 对吧 所以编译器很容易能得到 x肯定是一个整形 是1p不行对吧 那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我们用一个什么呀 下方线来代替对吧 下方线啊 任意啊 就是我们array里边的每个元素啊 也就是146将来都会拿出来和10进行操作啊 我们还讲了一个flatenflaten什么操作呢 这个扁平化操作对吧 扁平化操作 扁平化操作 这个扁平化操作 如果怎么理解啊 这个其实不太好理解 是不是要结合一定的场景去理解 对吧 扁平化是实际上是进行什么操作 是不是你有可能集合里边还套着某一种类型 是啊 类型里面套着某另外一种类型 然后你想把里边的类型给脱掉 是不是就得用到flaten 对吧 把里边的数据类型给它多亮啊 然后上午我们来举个案例是什么案例呢 就是array里边其实套着的是什么 array里边上套着的结构是不是这样 array里边的元素是什么 这个你能看懂吗 你能看懂这种数据方式吗 你能看懂这种数据方式吗 首先我们解析一下这个array array中号是不是范形里边放的 里边放的是什么 范形指什么 谁的范形 是不是array里边数据里边元素的类型 这个范形是不是指数据里边元素的类型 元素是什么类型 array类型 array里边的呢 是不是使用啊 也就是这个array里边放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长这个样子 array里边的元素是array 然后array里边是使用 对吧 你这个能读懂就已经很错了 ok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元素 对吧 再添加一个元素 好吧 这是我们上次捡到的扁平画照 扁平画操作 扁平画操作之后上面的一个结果会变成什么样的 嗯 你就是扁平 扁平画操作后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它会变成 由原来的array里边放的是array 变成array使用了吧 是把里面的array给压平了 对吧 把里面的array给压平了 压平之后就只剩下使用了 嗯 然后这个结果呢就是array 然后一抄下来 然后二抄下来 对吧 然后还有谁抄下来 四抄下来 对吧 然后也谁 还有我抄下来 对啊 这就是我们的扁平画操作 然后这个flatmap呢 这个flatmap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map加上flaten的一个结果啊 嗯 对吧 先把集合进行map操作 然后再把它扁平画 对吧 这就是flatmap 啊 我们还讲了一个fulleach 对吧 fulleach实际上是对某个集合的一个循环操作 对吧 对集合进行 啊 便利或者循环嘛 嗯 这个fulleach有反位值吗 fulleach是不是没有反位值啊 这里边是没有反位值的啊 这里边将来要传递一个什么呢 将来他有没有传递一个f对吧 至于f是什么类型 你得看是谁掉了这个fulleach 对不对 如果是alry掉了这个fulleach的话 你说我这个问号应该是什么类型啊 alry是不是一个int类型啊 你看alry在这儿定你的是不是啊 alry在这儿定你的 如果是alry掉了这个fulleach的话 那将来我们在fulleach来传递的这个问号应该就是一个int类型 然后他有反位值嘛 他没有反位值 是一个unit类型 对吧 fulleach没有反位值 那将来我们在用这个fulleach的场景是什么 除了打印 我们将来是不是可以比如说alry里边有数据对吧 我想把数据写入到数据库里边 是不是我就可以在这里边写gdbc的代码啊 对吧 直接把数据写入到数据库 是不是不需要反位值了 你需要反位值干嘛 那数据最终是入库了 对吧 这里边其实我们可以定义一些写数据库啊 或者是往我们的hdmi字上写数据啊 当然将来可能使用的不是这个fulleach方法啊 OK 这是上午我们大概讲到的内容 还有吗 啊 word com 对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案例 word com word com 这个word com啊 每个人都必须要能写得出来 而且你还必须能够手写得出来 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哗哗哗的就能敲着 然后你边敲的时候 你一定要思考 多想想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你看上午我们写的这些代码 对吧 经过mine操作 实际上你看 我们上午写的那个word com 这个word com呢 这个word com呢 你看这个这么一行代码 你乍眼一去看 你能看出什么 你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对吧 你能看出什么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没屏幕了 没了 有 我没有空屏 我一般不太喜欢空屏 你自己要克制一下是吧 我们看一下上午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你放眼一看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什么啊 这个时候你在读这行代码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应该像一个控制台一样 要能不停的输出 你知道吧 中间就是下方线实力的空格 这完了之后能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然后你又为什么能对这个结果进行group by key group by 哎不是group by key group by之后 它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你不知道结果 你能直接调用mineph value上线点 那是吗 如果你不知道上面一个语句返回的结果 你就没办法调用下一个API了 你知道我意思吧 对吧 所以说你得需要一个强大的显卡 那对吧 有同学说我就没有一个强大的显卡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写一下看一下结果呗 对吧 写一下看一下结果 还可以怎样 还可以其实在我们编译器里边 对吧 像我们上午写的代码 上午写的那个word count写哪去了 第一个 对吧 这个word count 我们再写一遍吧 我们再来写一遍这个word count 很重要 下回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叫人上去写 比如说我们叫word count word count里边我们定一个闷方法 然后我们定一个速度 比如说ori 比如说叫word word word字 可以吗 然后ori 然后里边放一些单词 对吧 比如说 hello tump hello jim 然后 恐格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hello 比如说 好tun 对吧 然后hello 行啊 hello angela baby 对吧 能不能换个人是吧 换一个好吧 换一个 飞飞 对吧 可以吧 我换一个飞飞 对啊 这下来我们要写我的看了 那你在其实你在编写以后开发的过程中啊 其实最好啊 作为你刚开始入门阶段推荐推荐什么 推荐你把这个类型写上 推荐你把这个类型写上 ok吧 入门的时候我推荐你把它写上啊 因为你确确的知道这个words它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数据 对吧 能帮助你去认识你这个每行语句执行的结果 ok吧 不然的话很抽象了 你看我再一写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类型吗 对吧 如果你习惯了还ok 如果你刚开始入门的话 我建议还是要写上啊 但是真正以后在工作中我建议不要写 为什么不要写 啊 想low 这其实是一方面是吧 一方面是我们写代码要有逼格 就是这件事情除了我们谁也干不了 对吧 这是逼格问题是吧 必须要达到这个高度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什么呢 另外一个其实啊 因为我们将来在书写代码的时候 有可能会接到后面不停的点不停的点是不是 如果你把这个类型写死 你再点一下 他还可能是这种的返回之类型吗 不一定了吧 是不是就不一定了 所以说他就不一定了 啊 所以说你这样如果写死的话 大马肯定会暴坐 明白吧 最爽的就是这个地方 什么都不写 将来我不管呢 后面调用什么什么样的API 编辑制自动推特它的类型 对吧 不需要我去管 对吧 这是好处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要把什么呢 Word数组中的 数组中的什么呢 每一个元素 对吧 进行 切分 为什么要切分呢 为什么要切分 对吧 因为我们要统计每个单词出现的次数吗 你不切分 你把这一串 这叫一个单词吗 这是不是一串单词啊 一串单词啊 所以切分的目的就是要统计每个单词 切分 OK那切分 我们就切分半了 那就是Word数点 有点 sleet吗 不是 想要不是吧 因为Word数是不是一个数组啊 你的数组进行sleet 就有点奇怪了 对吧 应该是对数组里边的每个元素进行sleet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使用Map吧 是不是可以使用Map 因为最终是不是 你切分完了之后 还得有一个反规值吧 对吧 我们可以使用Map Map可以改变我们原有的数据格式 比如Word数 我们经过一个Map处理之后 它的数据格式就会方便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将来传递进行sleet 是不是一个sleet 其实你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参数 也就是我们Map方法的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这个你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你不知道这里边传递参数是什么的话 代码你就没法写了 怎么看它的参数呢 其实我们可以按下Ctrl加P 你看这个时候它的参数 传递进行sleet的参数就比较明显了 这个Map方法需要一个什么 它需要一个函数吧 这个函数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 它将来的入餐是一个string类型 是吧 然后输出呢是一个B类型 对吧 为什么会是一个B 是不是取决于你这个F最后一行的代码是什么 对吧 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 那既然入餐是一个string类型 我就可以用一个I字去接收一下 是吧 那其实正常如果完整的写法应该就是X的string 这是作为这个函数的入餐 对吧 然后返回值类型是什么 返回值类型就是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X进行sleet的切分 是不是 对吧 我们把它按什么 按空格切分 为什么按空格切分 因为你上面单时这一长块单时之间都是用空格分开的呗 所以我们按空格切分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是不是可以减写啊 是吧 为了有逼格一点 你甚至可以简解一下 比如说直接写上X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是不是 甚至你还可以把这个X直接写成下方线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如果不熟的情况下你就这么写 这个X和下方线有区别的 这个X和下方线其实它是 最终在执行的时候区别不大 其实都是将这个word里边的元素传递进来 你写一个下方线 其实它只是Skyla里边提供了一种语法唐而已 只是教你如何能够尽可能的把你的代码写得更加简单一点 其实这种看上去它不利于阅读 最利于阅读的是什么 就是刚才第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是最利于阅读的 甩油键糖 对吧 这种是最利于阅读的 你将来其实你可以这么写 你就这么写 入门阶段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这么写 对吧 你写多了自然你觉得这个写凡了 对吧 你自然而然你会想到如何去把这些东西进层了少写一些当 然后我们切分完了之后 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结果 你就是word的经过这么一map之后 它会输出一个什么 是不是原来我们你看这个map里面传递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实际上你看这就行了 对吧 这等于大约号的左侧实际上是一个入餐 对吧 然后右侧才是真正的 是将我们 worlds里面元素进行的核种操作 对吧 也就是会把这个元素进行speed 那这个元素一进行speed之后 它是不是就由stream变成array stream了 对吧 所以说这里面你要明白它的反位置类型就是什么array里面套的是array stream 实际对吧 这个时候你要明白它的类型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在这看一下 然后比如说这个叫worldsleet 比如说worldsleet 然后你可以在这儿 哎 刚才没有提示吗 我out加t一下 然后这个是worldsleet 对吧 你看它是不是自动帮你返回这个 就是worlds经过map这样的操作之后 它数据格式就变了 对吧 怎么变化的 你要知道啊 这里边怎么变化了 是不是由原来的这种格式变成了 变成了 变成了什么 这里边是不是个oray啊 对吧 这里边是个oray 因为要把这个字幕团进行speed的七分的话 它就会演变成一个速度啊 就是oray速度 对不对 oray 然后这里边放的是什么 单词吧 具体的单词啊 这个引号文不写 就是这样的 然后单词 单词 单词 是不是第一个元素就变成这样 然后第二个元素是不是同理啊 应该把这个速度 对吧 这个能力写吧 因为你的家伙里边 你对字幕团进行截团结盘完了之后 是不是会返回一个使均中后啊 对吧 啊 在我们这个Sky里边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字幕团 比如VL 比如S等于 等于什么呢 S等于 比如说A等 控格BC 对吧 然后我们对这个S进行Split操作 Split操作 按什么截团 他们反而一个什么 这是反而一个速度啊 看到没有 是一个速度啊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字幕团 经过7分之后 是不是就变成速度了 就变成它了吧 对吧 OK 那接下来我们 啊 接着往下写 你最终要统计的 是不是单词的个数啊 你这里边套两个OE 是不是不太好处理啊 对吧 那我们就把OE把它脱掉 对吧 那就是接下来就是开始是扁平化操作 对吧 怎么样才能把它脱掉呢 因为 我们的Sky里边提供了一个API 还叫做点平化操作Flighten 是不是会把里边的数据格式 也就是数据结构给打散了 把它整平 整平之后 它变成什么格式呢 嗯 嗯 你看是不是由原来的OE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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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明化之后呢 我们最终是不是要求出每个单词的个数啊 那是不是要把相同的单词分到一组去啊 对吧 你在写这个语句的时候 你要统计 比如说我统计 比如说书记库里边有很多学生 每个学生呢 有自己来自的省份 就是你的籍贯哪个省的 对吧 然后你要统计 比如说我想统计咱们班 哪个省份的同学是最多的 就来自哪个省是最多的 怎么统计啊 是不是group by什么呀 是不是group by省份啊 按省份分组吧 按省份分组之后 是不是就把相同省份的人分到一组去了 对吧 我说现在咱们前班的同学 比如说北京市的分一组 有吗 没有 比如说咱们班哪来 哪个人最多呢 可能山西人最多是吧 比如说山西人分一组 有吗 对吧 肯定能分出一串 一串人来 一堆人来 这一堆人其实就在一个组里边 就在一个组里边 那同理 对于我们上面 这个我们把这个单词结果也给输出一下吧 表明化操作之后 这个单词的结果就应该长这个样子 就aree给表明化了 就没有了 对吧 然后这个aree也没有了 现在就是对aree里边的元素进行分组呗 也就是按单词进行分组对吧 我说hello给我分到一组对吧 hello分到一组是什么情况 如果hello分到一组是什么情况 那就是以hello看齐是不是 hello看齐 谁是hello啊 谁等于hello啊 是不是hello强不到一起去吧 hello前到一起去的 他怎么能是一个死军人吧 是不是 他就这么一堆人 他就搞到一起了 搞到一起了 他是不是变成一 是不是一串人啊 一小串是吧 一小串都在一起 是吧 然后就是有多少个呢 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 1234吧 是不是就有四个 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疑问啊 他说老师 你前面也有个hello啊 你后面怎么还有四个呢 这是一组的代表啊 这是一组的代表 对吧 这是一组的代表 你说我说以山西省的同学为分组 那依你看齐 你不是山西的啊 你是不是也是山西的啊 这不是你们身上 拥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叫山西省 是不是 这是同样的道理啊 这个跟我们实际生活中 场景是一样的 对吧 分组的事 我觉得大家应该干过 对吧 然后我们对这个 Flight World是进行分组 那就是分组函数 这个他也叫Globe 对吧 也叫Globe 对吧 Globe 你看Globe这个地方 Ctrl加P一下 传递进来的是什么 是Stream吧 为什么传递进来的是Stream啊 因为这个上面 我们操作的是谁啊 是不是Flight World Flight World 是什么内容 是不是就这么一串内容啊 你对他进行分组 是不是对里边的人进行分组啊 对吧 对里边的人进行分组的话啊 那你说里边的人是什么 是什么格式的 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都是Stream类型的 所以这里边入餐 是不是也是Stream类型的 这里边入餐 也是Stream类型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分组实际上 就应该按照里边的元素 进行分组吧 对吧 按照里边的元素进行分组 那元素是什么类型呢 其实这句话 如果写全的话 就应该 应该是Word的 对吧 每一个单词 它应该是Stream类型 我们就按照每一个单词 进行分组 就是这样一分组之后 相同的单词 是不是就分到一起去了 对吧 是不是同学们 相同的单词 一分组之后 就分到一起去了 分到一起去了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 这种数据格式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我们要求什么呢 这里边分组之后 它变成什么结构了 还记得吗 上午了 对吧 它变成了一个Map Map里边有一个SGIN类型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HashMap 就是Map Map结构 大家都熟吧 家伙中都学过 是不是 KV结构的 这个SGIN 相当于说 是不是就是Key啊 这个RE是什么 Value吧 什么Value 也就是我说 按3C省分组 这个Key是不是就 山西省 这一组上面是谁 是不是都是学生啊 对吧 就是山西省的所有学生吧 对吧 他们是一个组 组里边是学生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最终是要求每个单词的出现的次数 那我说山西省的有多少个同学啊 是不是我数一下 按山西省分出来的那个组里边有多少人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我们要求一下这个RE的长度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要求一下这个RE的长度 那怎么求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对这个Map Words进行Map处理吧 又改变里边的数据格式 我们要把这个RE格式给变一点 把它原来这里边放的是不是RE 我现在不要你这个RE 我要你这个RE的长度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把长度拿出来 是不是正好就是key长度 key长度 key长度 你就word的长度 word的单词的长度 单词的长度 是不是这意思 这意思吗 你注意看啊 你看这上面这个结果分出来 之后就长这样 那我要统计出hello的出现的次数 是不是就应该统计一下这个RE的长度 就可以了 对吧 把他的长度求出来 其实就是hello出现的次数 那这里边怎么求呢 你注意看这里边传入的参数是什么 是不是正好就是Map里边的内容啊 你看 是不是就一个视频一个RE啊 正好就是一对keyV吧 那这里边其实我们就可以这么写 对吧 这是我们的key 这是我们的v 对吧 是不是keyV啊 那我这里边是不是行参了 对吧 我写什么类型就可以了 这key什么类型啊 始终类型啊 然后这个V呢 V类型对吧 然后他的反怀值是什么呢 我们最终需要什么呢 哎你看他的反怀值是什么 反怀值是不是一个B啊 对吧 那我们最终是不是要求出单词长度 单词长度 所以这里边就需要两个值 一个是单词 一个是长度对吧 你不能只把这个长度留下吧 你只把长度留下 你将来你怎么知道这个长度是哪个单词呢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把单词也留下 你这一上 那这里边我们就要返回一个原主啊 因为我们要返回两个数据 你就最好用一个原主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你可以把它拼接到一起 是不是也可以啊 我返回一个字幕串 可以吗 可以吗 我这个地方我返回一个key 然后呢 这个key是不是就单词啊 我再用加号 这不是拼接字幕串啊 是吧 拼接字幕串 比如说我用逗号回开 再加上什么 加上v的 nense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少了一个括弧是吗 嗯 后面 做起来 哪个啊 这个 这个扩起来 这不对啊 这个时候它变成什么了 key是实对类型 然后这是一对原主 然后我的返回类型是将key拿出来 然后和v的nense拼接到一起 对吧 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一下他期望的类型啊 期望的类型是不是就是一个b类型啊 b类型是不是看我反过就是什么 他就应该 就应该是什么 对吧 嗯 然后再写一下 嗯 然后这是一对形态啊 比如说这是p swing 然后这个是v是already类型 对吧 然后这个是v是already类型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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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比如说我反问一个key 然后这个地方是v.lens 这边哪个地方写错了吗 哪个地方写错了吗 哪个地方写错了吗 嗯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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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这个啊 这样吗 这不对吧 我看啊 我看啊 沃尔兹典曼谷 曼谷 曼谷传递进来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方神 方神里边是 括弧里边是一对圆祖 对吧 也就是啊 对 你在上面说应该是这样 还不对 还对 就是一对圆祖 啊 就是一对圆祖 括号里边就是一个圆祖 我们对这个圆祖 比如说 X 啊 我们可以这么写啊 比如说 这个X 比如说是Word WD Word Word 是一个什么呢 啊 WordKV吧 这个Word叫Map WordKV 这个WordKV泛指的是什么呢 泛指的是不是就是我们 MapWords里边的元素啊 就是这一对元素 就是包括一个KV组成啊 那就可以在这里边去取出我们 这里边数据 比如说我们返回的是 Word.KV 点什么呢 点1 是不是就把Key取开了 对吧 这是关于圆祖的操作啊 以后我们再讲 然后这个是WordKV点什么呢 Nense 对吧 点2点Lens 对吧 2是一个它的速度 然后把它的Nense求出来 对吧 然后这里边我们可以用一个 逗号给它隔开 就可以了 嗯 这样就消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它返回值是什么 你猜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它返回值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它的返回值是什么呢 嗯 是一个 是一个叠代器 对吧 是一个叠代器 嗯 然后这里边我们可以对这个结果进行叠代 对吧 这个也能叠代出这个里边的值来 然后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可以为了 因为这个叠代器你现在还没用过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还正常的返回一个KV就行了啊 正常的返回一个KV就行了 其实你可以在后面把它直接to list to list一下 它就由原来的返回值 变成一个list list里边放了是不是都是实验了 对吧 也就是说单词逗号它的长度 单词逗号它的长度 是不是啊 是不是你这么一搞的话 你将来有盘序就麻烦了 是吧 你盘序的时候这个单词和数字是不是混合在一起了 嗯 盘序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对吧 所以说最好的啊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返回什么呢 返回一个原主 最好的话 这个地方还返回的是一个原主 有同学已经预习了 知道这个原主是 然后word 然后key 就是单词 然后括弧里边放的呢 就是单词和单词的长度吧 这个用括号扩起来的 说是原主 原主长什么样 原主就是长这个样子 用括号扩起来的 中间可以放任意类型的数据 任意类型的数据 比如说我这里边放个1 然后我这里边放个2 然后我这里边放一个 比如说放一个叉叉叉对象 都可以往里面放 原主里边的数据是任意类型的 然后 你看我们的hashimap 是不是由kiv构成的 hashimap是由kiv构成的 其实它也 hashimap这种kiv解构 它就是一个 对偶原主 拥有两个 元素的原主 叫做对偶原主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 应该这个时候 我们返回的是不是 就一对括号扩起来了 然后用一个豆花转开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返回这个word kiv.2 你叫end 认识长度 直接把它返回 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点one一下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呢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结果 word resort 这是我们的单词返回的结果 这个map里面放的key是什么 也就是这个时韵是什么 是不是就单词 这个inter 这个inter 这个inter是什么 这个inter 这个inter是不是就是 这个单词出现的次数 对吧 就由这个格式 变成我们的kiv结构了 hello出现了四次 对吧 然后 还有谁呢 还有我们的tom 出现一次 对吧 也就是后面等着 对吧 就是这种格式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个结果进行排序 对吧 怎么排序呢 就直接word result 对它进行一个sort 你看它 他map结构有sort吗 map能排序吗 map是不是不能排序啊 那为了让它支持排序 集合是不是可以排序啊 我可以直接把它to list 是不是可以啊 to list 然后再对它进行排序 对不对 我就sort sort sort里面应该是怎么sort呢 你是我们这里边是kiv啊 你能 你能怎么排序呢 我们最终希望是不是哪个数字大在前面 数字小的在后面吧 你就是将去排序 那我们最终排序 是不是应该根据这个数字进去排序 对吧 对吧 所以这里边我们这个可以写成什么 这是不是也参数也是的原主吧 我们可以用这个t来代替这个原主 然后就是t点下方线的第二个元素进行排序吧 对吧 我们按这个原主中的第二个元素 也就是这个1 也就是hello中的4 还有tom中的1 按数字进行排序 对吧 这个排序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结果啊 对吧 这个比如像sort resort 返回 因为我们这里边把它原来的mab已经tolist了 tolist了 是不是原来的mab已经变成lista 这里面放的是圆祖 是我们之前mab里边的kv结构吧 这个是k这个是v 对吧 他变成圆祖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sort result进行输出吧 也就是full each吧 然后直接可以是不是给他一个print 对吧 是不是可以给个print 或者你写全的就应该是t 然后怎样print t吧 是吧 直接printt 然后这个地方是 map不支持不支持 不支持排序 然后需要将map转换成什么 结合 或者是转换成lista 然后调用什么呢 调用 sort by 方法吧 对吧 sort by里面我们的数据是不是长这个样子kv结构的 你是按key进行排序还是按v进行排序是不是你要告诉他 我们能按这个key进行排序吗 我们能不能按照这个单词的key进行排序呢 可以吧 使军的内容是不是也可以排序啊 是不是字典之有序啊 对吧完全也可以按他的key进行排序啊也是可以啊 第二种sort by方法按照什么呢单词 数量 然后降续 嗯 打去 OK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打印一下我们这个sort result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运行一下啊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哎 这个时候默认是不是默认的应该是升序吧 如果想让他降续怎么办啊 前面加一个负号什么意思啊 嗯 这个时候是不是正常到了啊 正常到了啊 然后这个 里边啊这个word count啊 其实是这个关于数据的反馈结果这一块啊 我推荐大家如果是刚开始做开发的话 最好是把它写上啊 当然在实战环境中啊 以后我们因为里面还有项目实战 实战环境中我觉得这个东西 到实战环境你们应该已经写得非常熟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省掉啊 省掉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可以把它写上了